拿皮带把我放在棋杆上 白云 把这 我才能站得住 快 誓死不负将军令 必血燃尽遂故城 大家好 我是二明 一蒙闪鸡脚里 朱元璋的部队假扮张世成的部下 偷袭了拖拖 不但救出了小冥王 而且把锅甩给了张世成 因人这方面 他朱元璋是当仁不让 一行人往回走不讲 咱先一步回到金陵 汤河集三伙四的找到李善长 前方急报 蓝玉阵王 红毒丢了 什么 快请刘先生 咱们商议一下 是 昨天说了 蓝玉带领三万八千人 抵挡了六十万大军 轮番攻城一个月 已经是奇迹了 可他朱元璋想让这个奇迹再翻一杯 偏要再浪费三十天救小冥王 好了 这小冥王是救了 可红毒丢了 这红毒丢了 意味着金陵将要面对 陈有亮的六十万大军 刚到的刘伯温接言 他陈有亮的水师顺风而下 最多四五天便可到达金陵 李善长听的是只摇头啊 让他别去 飞不停啊 哎 眼下朱元璋不在 但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汤河觉得 应该调集水路所有将士 马上赶往三江口 占据有力地形 狙击陈有亮 刘伯温点了点头 对策啊 没错 但是有一点需要考虑 大帅走的二十多天 这已经是前方第三次汇报 红毒失手了 看过二棉库的视频咱知道 那蓝玉打起仗来 不要命 枉死了冲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刚倒下 传令兵就以为他死了 然后出城来报信 前脚走 后脚 蓝玉又起来了 嗯 也就是说 红毒可能没丢呢 李善长想了想 太有可能了 上次他倒了三四次 给三叔都整乌语了 这兵啊 不能擅自出 这样 让三军将士先上船后命 咱再等三天 三天后 尚尉还没回来 马上出 大帅不在 调动战船 必须我们几个联手 才能下令 好 我马上颁布战令 三人签好字 各忙各的 出了军政司 胡维庸告诉刘伯文 刘贡 这盛夏无风 就算有 也是东南风 这陈有亮逆风而下 怎么算 四五天也到不了啊 刘伯文一愣 对的 当年周瑜 因为冬天没有东南风 而气到吐血 我怎么给忘了呢 小胡啊 刚才在屋里 你怎么没点我呢 刘公说笑了 以您的才智 肯定是口误 没必要强调 胡维庸 你是一个厚道人 多谢 说的没错 咱不厚道 谁厚道 那到底厚不厚道呢 往下看 三天后 朱元璋终于回来了 得知红毒被破的消息 他也急呀 但再急 该办的也要先办了 那就是赤丰 让李善长 马上准备赤丰大典 完事 立刻登船 开往三江口 列位 这权力可大了去了 小明王乃是天下一军公主 这是当初公认的 虽说现在一军三分天下 截至天下兵马 有点吃人说梦 但是 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好处 舆论造势 三国时期 一个小小的监军卫冠 抄写了二十几封习文 散发到士兵手里 便让将士捣戈 将身为三公的邓爱 轻松拿下 内容不外乎正统二字 眼下朱元长便是正统 虽说此一时彼一时 但是 到了大厦江青之际 这不过半斤的一纸诏书 绝对有压死骆驼 最后一根稻草的功效 看着小明王似笑非笑 却眼中寒泪 不难想象 这吴王和截至天下兵马 是被逼无奈而奉旨啊 看来 被胡维勇猜对了 这就叫 邪天子 一定诸侯 中书省 刘伯文正跟小六子落险壳呢 告诉他 今天金陵城头的赤峰大典 全是咱大帅的独角戏 这场戏唱完了 他小明王 也就活不了多久了 自己厌恶这种勾心斗角 所以 没去参讲 他这肆无忌惮地说 没成想 被路过的胡维勇 听了隐瞒耳 今天他当差 刚接到消息 红毒没丢 这正要往大典现场赶呢 胡维勇 嘴角一挑 告辞了一句 金陵城头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朱院长 着急忙晃地 往城下走 刚巧碰到胡维勇 得知红毒没丢 心里甭提多高兴呢 真是双喜临门啊 对了 刘伯文为什么没来呢 他在和人说笑 说什么笑什么 他说大帅和明王在演戏 还是说 明王是个假皇上 活不了多久 眼看尚未愤怒离去 胡维勇心里一喜 告诉后面的李善长 恩公啊 我刚才把刘伯文给坑了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李善长微微一笑 漂亮 城下的朱院长 脸上写满了阴痕 刘伯文啊 你聪明 既然把事情看得这么明白 就不该多嘴 如果你门嘴跑舌头 卖弄聪明的话 那都是你的不聪明了 猜忌心重的人 最讨厌的 就是耍聪明的人 例如曹操 这也让刘伯文的位置 从原本的新房 下一道胆囊 压下不爽的朱院长 叫来心腹大火 马上送明王去楚州 命知府 盖王公一坐 好生伺候 以免在金陵爱手爱脚 也为他日那赏 埋下伏笔 最后 让胡卫勇和马秀英 留守金陵 全权处理军政民政 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一件事 把明王的赤锋 传给南北各路义军的 所有统领 属下羁绊 交代完一切 朱元璋带着李擅长刘伯文 以及各位大帅 领精兵二十万 登船直奔三江口 在途中 朱元璋点了刘伯文 刘吉啊 知道杨朽怎么死的吗 聪明是好事 口无遮拦 可不得好死啊 这刘伯文瞬间 想到了胡威勇 大帅 在下失言了 请大帅恕罪 元璋 拜托先生了 以后只是当说的说 不当说的永远别说 伯文既在心里 又不再犯 打这起 为了避免惹祸上神 刘伯文的能力 在锯里被封印了百分之三十 经过十几日的逆流而上 还有三天 便可到达蒲阳湖 却始终没有看到 陈有亮的水势 这说明什么 说明洪篤 依旧在蓝玉手里 从蓝玉接受命令至今 已经82天了 按朱元璋的预计 洪篤早该丢了 如今没丢 这绝对是意外中的惊喜 既然没丢 那就必须保住 命千宗以下将士 轮番滑脚 三天内 必须到达洪篤 遵命 大帅 到洪篤后 谁主攻啊 还有我吗 我 谁是我训出来的 我去 呃 常语春吧 常语春心里美啊 当初的半壶酒 被偷的直啊 三天后 洪篤城剩下不到三千将士 蓝玉的双腿早已折断 陈有亮的六十多万兵族 硬生生葬在这洪篤城 十多万呢 陈有亮崩了 整整八十五天呢 死伤多少兵士不说 自己的粮草只够一百天的 本来的计划 三个月拿下金灵 刚好到秋手 然后补给一波粮草 直接灭了张世诚 现在呢 一个洪篤就耗费了八十五天 这往后的账还怎么打 一气之下 自己亲自上阵 今天必须拿下红毒 面对如潮的敌军 蓝玉知道 三千人根本守不住啊 但是生而为将一场 绝不能虎头蛇尾 让三叔将自己绑在旗杆上 虽然撑不到一百天 自己也要带着将士们将最后一滴血 撒在这最后一天 眼睁睁看着三千将士一个个倒下 各个城管陆续被敌军攻陷 只要城门一破 红毒将被溢住 蓝玉绝望 不甘的他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准备喊三叔 分仓 突然一阵阵熟悉的号角声 游远而近 没错 是姐夫的战号声 来了 终于来了 只见长玉春率领三万铁骑 直刹陈有亮后方 杀得对方措手不及 面对已入囊中的红毒 陈有亮不敢 天堂到地狱的他 生死历劫的喊道 入城的朱园长 看着无数横使 心中满是不忍 但成大事者 必须有舍有得 下令 千总以上活着的军官 全部到城头上来 马上来 随后 来到蓝玉身前 看着这个倔强的少年 朱园璋心里除了欣慰 就是震撼 85天 不可能完成的85天 当初说100天 完全是把蓝玉当成一枚气子 多撑一天 算一天 自己心里的预期是50天 30天造船 20天训练 没想到来了小冥王的那一处 本以为蓝玉必死 结果这85天 硬生生锤炼出一位战神呢 看着蓝玉那双断腿 朱园璋承诺 我肯定给你治好 因为小冥王手里 有黑玉断虚稿 让他三叔把蓝玉先掺下去 好好休息 自己还得做一下战后总结 和战前动员 弟兄们 好好看看这个战场 38000人 竟然挡住了 陈有亮60万大军的轮番攻击 听到 蓝玉38000人 能把陈有亮给打塌下 我们20万精兵 还有什么可做不到的 咱们 必上 在朱元璋的动员下 20万大军的士气空前高涨 相反的 连吃败仗的陈有亮 却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自己刀山活海打了半辈子仗 没这么憋屈过 眼下50万大军 加上牛逼的战船 虽说完爆朱元璋 可军中士气大错 这仗不好打呀 儿子陈里觉得 爹呀 不行咱先撤吧 留的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啊 陈有亮眼睛一瞪 撤 绝不可能撤呀 自己当初撂下狠话 守战既决战 为了立委 还斩了不少将军 今天撤了 自己必将危言扫地 所以 只有决战 一条路啊 下集 看陈有亮如何 巧舌如簧 将低迷的士气 再次点燃 让他逆江千里 来到了这广阔的 波阳湖 也是我 酝酿已久的 尖敌狱啊 是的 事实看 早饭 小弟 既然 逆江你 马上 今 早饭